如果说18世纪英国人瓦特发明的蒸汽火车革新了人类运输史 那么汽车的出现可以说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的个人交通革命 是的 从1886年德国工程师卡尔本茨把内燃机装在了三轮车上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 到20世纪30年代 美国工程师亨利福特使用流水线生产方式 大大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和售价 仿佛一夜之间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了普通人的出行工具 自然然汽车产业也迅速崛起 成为全球重大经济产业 也就是短短几十年间 全球汽车产业发展成了一个价值三万亿美元的庞大体系 根据商务部最新消息统计 2016年中国汽车全年销售总额高达2800万台 这么大一块蛋糕竞争激烈程度苛扬而知 不管是传统的汽车产业巨头美国和日本 还是后起之秀的中国 谁都不会袖手旁观 这场汽车大竞赛最终会花落谁家 我们无从知晓 但可以肯定的是 未来汽车产业的竞争主战场 一定是在电动汽车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自20世纪30年代汽车实现流水线生产以来 历经40年发展 汽车的速度 产量 价格等问题都被人攻克 但是一个让人头疼的新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尾气污染 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 全球许多大城市都遭遇了严重的烟雾污染 追根溯源 汽车尾气难辞其咎 环保问题引发全球关注 很多人担心 私家车数量越来越多 空气污染只怕会越来越严重 必须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量 如此一来 污染更小的发动机 或者干脆不烧燃料的新型发动机 成了汽车行业的下一个使命 在这种时代趋势下 电动汽车的想法应运而生 而用电池驱动的汽车 正在成为未来汽车产业的主战场 那么未来的汽车又会是怎样的呢 有人说不用烧油 有人说完全电动 还有人说无人驾驶 创意是层出不穷了 如果汽车业的老前辈本磁和福特还活着 看到像埃隆马斯克这样的科技狂人 对汽车的构想估计要惊得瞠目结舌 没错 未来电动汽车一定是一首精彩分成的狂想曲 全球很多梦想家和开拓者们 都将在这场大竞赛中大站拳脚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本海外新书 The Great Race 将为我们全面描述电动汽车生产的竞争史 这本书的作者利维提勒曼 一直以来都在研发新型发动机 作为一个汽车专业人士 提勒曼将带我们见证汽车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不论你是喜欢汽车还是关注新科技 都别错过下面的精彩内容 相信听完这本书 你还会明白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福特主义 第二 为什么不应该在日本推广核能呢 第三 为什么电动汽车在中国不好卖呢 汽车给世界带来的改变是 其他任何科技进步都无法比拟的 而背后很大一部分推动力来自汽车行业早期的创新者 亨利福特 对 就是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的那位 我们知道啊 汽车并不是福特发明的 他最大的成就是改革了汽车制造业 具体怎么回事呢 故事啊 还得从1903年说起 1903年 福特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 很快就开始生产他们的第一款汽车 也就是T型车 到了1910年 T型车的年产量呢 已经达到了2万辆 从那之后啊 福特车的产量继续是层层层的猛涨了 到了1927年 每五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开福特车 听上去很不得了吧 这么高的生产效率在当时是怎么达到的呢 得益于福特开创性的生产理念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福特主义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啊 福特公司当时只生产一种型号 一种颜色的汽车 单品王 这样做的好处呢 就是集中各种资源 生产的汽车品质有保证 结实耐用 能迅速吸引广大消费者群体 那么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方法 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您想想啊 整个工厂只生产一种型号的车 每辆车 每个零部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一来 装配的时候 每个工人只需要完成一个动作 直到整部汽车组装完成 配件也不用人来搬来搬去 工人也不用从一个地方 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无论是组装速度 还是产品品质 都有可靠的保障 是的 这就是著名的流水线生产方式 这种革命性的生产方式 不仅大大提高了效率 还降低了成本 物美价廉 如此一来 连美国的穷人都开得起福特车 在当时 福特车不但在美国国内卖得好 还远消到了东京 上海和其他世界各地的城市 到了20世纪30年代 美国的汽车产业已经世界领先 全球的汽车市场 由福特 通用和克莱斯勒 这三家公司主宰 比如说 1938年 美国的汽车产量是350万辆左右 什么概念呢 当时 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 加起来 每年才生产43.7万辆 可见美国的汽车产业有多厉害 不过 美国这三家汽车公司 用的是不同的商业模式 福特专注于生产一种车型 而通用汽车旗下 则有很多小厂商 产品走的是多样路线 克莱斯勒跟通用差不多 合并了好几个品牌 比如说普利茅斯和道奇 虽然早期的汽车市场被美国公司统治 但汽车越来越多 环境问题随之而来 人们日益关注汽车的尾气排放问题 这时候 日本的汽车厂商开始迅速崛起了 怎么回事呢 接着往下听 日本的汽车工业比美国强 这在今天呢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 一开始美国汽车那么厉害 日本汽车 就为什么就能后来聚上了呢 说到底啊 主要还是因为日本人重视环保 关注汽车的尾气排放问题 20世纪下半夜啊 烟雾污染越来越严重了 汽车产业首当其冲 成了重点政治对象 不但理解啊 烟雾是汽车尾气污染造成的 路上跑的车越多 空气中的烟雾就越严重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 环保的重要性 立法治理汽车排放是迟早的事 上个世纪70年代 美国的一些州 率先颁布了减排法令 汽车厂商们心里很清楚啊 法规一出 自然会减慢产业的发展 于是他们抗议说 这些规定太严格了 根本没有办法遵守嘛 与此同时 在大洋彼岸 日本的汽车产业是蒸蒸日上啊 然而同样的烟雾污染问题呢 也在困扰着东京之类的大城市 日本的环保机构手腕更硬 直接强制汽车公司减少尾气排放 当时啊 在日本汽车行业呼风唤雨的是 丰田和尼桑两家公司 不过最快破解排放难题的 却是名不见经传的本田公司 一开始呢 在创始人本田宗一郎的带领下呢 本田公司的研发团队尝试过 用氢作为替代燃料 但他们很快发现 这种新技术有点难实现啊 于是呢 改变研究方向 开始设计新型的内燃机 事实证明 这是个多么明智的选择呀 本田公司的努力啊 获得了回报 重新设计的气缸呢 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率 从而减少了污染气体的排放 这个设计究竟有多牛呢 1971年的时候呢 本田宗一郎就自信满满的宣称啊 自家的汽车 在1973年就能达到1975年的环境标准 可见本田车是走在了环保的前沿呢 也就是抓住了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日本的汽车厂商才真正的把握住了全球的市场 面对严格的环保新标准 美国的汽车公司没办法 不得不从本田那儿拿来技术授权 开始生产新型的内燃机了 当然了 日本汽车产业的崛起并不止引起了美国的注意 他们的成功也成功吸引了中国的目光 有一名中国工程师就抓住机会 让自己的祖国走上了汽车大国的道路 那么这名工程师是谁呢 有了更节能高效的内燃机 尾汽排放减少了 不过汽车行业当然不会满足于此 他们还有下一个目标 制造零排放的电动汽车 说起来你可能不一定会相信 中国其实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尝试制造电动汽车的国家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世纪90年代 正当加州政府和汽车厂商 在为更加严格的环保条例讨价还价的时候 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的中国工程师万刚 开始注意到了电动汽车 万刚曾经在德国留学 已经在奥迪工作了几年的时间 不过他真正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变革中国的汽车行业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不愿意从现有的厂商那去借用购买或者抄袭技术 而是想给中国的汽车企业带来新的活力 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和巨大的汽车需求 尾汽污染问题将带来巨大的威胁 万刚就想啊 不如索性把中国的汽车行业打造成全世界最环保的 于是呢 在2000年 万刚向国务院提出开发捷径能源轿车 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这个提议呢 就受到了科技部经贸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2000年底 万刚在科技部领导的盛情邀请下回国工作 同时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 首席科学家 总体组组长 作为第一课题负责人 承担了该项目中技术最为复杂 任务最为繁重的燃料电池轿车项目 为了和西方汽车厂商的竞争中 抢占先机 国家给了电动汽车研发项目极大的资金支持 然而这个项目呢 最终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日本三菱公司跟一位核工程师合作 开始打造他们的电动汽车 怎么回事呢 借着往下听吧 21世纪初 在日本的汽车市场上 既有最好的本田内燃机 又有丰田主打的混合动力车 但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动汽车 不过日本的核工程师 紫川尚指 打破了这个局面 为汽车业带来了新的升级 那个时候啊 日本的汽车行业呢 都在一窝蜂的学 丰田研发混合动力技术 这种技术呢 当时是整个行业最先进的 但是混合动力虽然是用电 可还是免不了消耗燃料 最多只能算半个电动汽车 而紫川上市的理想呢 是打造一台真正的全电动汽车 具体用什么来发电呢 紫川上市想到了核能 假如有了核能驱动的电动汽车 日本就不用再进口燃油了呀 然而日本政府对推广核能并不积极 这也可以理解嘛 日本呢 隔三差五就来一个地震啊 台风啊 在日本建核核电站危险系数实在太大 正因为如此 日本民众对核能非常不信任 现在你紫川上市想用核能来驱动汽车 显然是疯了 很快 紫川上市就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疯狂紫川 不过呀 紫川并没有轻易放弃 依然呢 坚持向丰田和本田 推销自己的想法 问题是 这两家汽车巨头 一个在搞混合动力机 一个在搞新型内燃机 哪有什么功夫管什么电动汽车呀 幸运的是 市场上并非只有这两家公司嘛 紫川呢 找到了三菱 斯巴鲁 以及自己的东家 东京电力公司 开始了电动汽车的研发项目 三菱对这次合作呢 尤其感兴趣啊 因为公司的状况不佳嘛 急需一个突破点 当时呢 这个项目还得到了 日本国际贸易 及工业部的资助 目标呢 是生产出普通人 买得起的电动汽车 这就意味着 要把原来的计划售价 从4.8万美元 降低到3.5万美元 紫川上市和合作公司 不负众望 很快就推出了第一款产品 三菱 IMEV 也就是 这也就是日本最早大批量生产的 电动汽车之一了 就在紫川上市 在日本努力开发电动汽车的时候 在打烊彼岸的美国 也有一个人 正在改变着汽车行业 谁呢 哈哈哈哈 不用我说 你们都猜得到 科技狂人 埃隆·马斯克 埃隆·马斯克 美国的亿万富翁 工程师 还是个梦想家 像极了电影钢铁侠里面的主角 Tony Stark 有钱 论信吗 那好了 言归正传啊 马斯克到底牛在哪呢 他创办了著名的电动汽车公司 特斯拉 还在这个过程当中 改变了整个美国汽车行业 特斯拉的第一款产品呢 是针对土豪群体的奢华运动型跑车 用6831个锂电池供电 后来呢 马斯克又推出了豪华电动轿车 Model S 据说呢 性能超过所有化石燃料驱动的车 之后呢 马斯克转而开始做普通人买得起的小型电动汽车 听起来好像马斯克在电动汽车领域玩的是风生水起 是吧 但是别忘了 刚开始的麻烦呢 也让他很头大的 比如技术上重重困难需要突破吧 再有公司在金融市场也表现不佳呀 狂人 马斯克也并不是永远都自信爆棚啊 不过你看现在啊 特斯拉汽车呢 不是在路上已经跑起来了吗 而且随着Model S的推出呢 特斯拉的粉丝群呢 也不断壮大 那么在这中间 当然了 除了马斯克的个人努力 还有美国政府的支持 要说怎么回事啊 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那会儿啊 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商 只有福特靠自己挺了过来 其他两家呢 全要靠政府的紧急资金来解救 特斯拉的麻烦也不小啊 急需4.65亿美元的援助 好在美国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啊 关键时刻给马斯克的公司提供了这笔钱 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实现了最初的目标 推出了Model S 当然了 Model S也对得起这笔钱呢 堪称完美啊 他冲一次电能跑500公里 只需几秒钟就能从禁止 加速到百公里每小时 碰撞测试中 获得了史上最好的评级 在美国消费者报告的杂志当中说呢 人们表示 这是他们开过最好的车 特斯拉呢 给电动汽车行业 却是带来了革命性的巨变 当然这也意味着 美国和日本正式开始了 电动汽车的大竞赛 然而很快 一场自然灾害 却给日本的电动汽车行业 带来了致命威胁 我们都知道 日本地处 环安太平洋地震带上 台风地震 火山喷发等等 自然灾害时常发生 2011年3月 日本有史以来的最大一场海啸 再一次让全国陷入了混乱 30多米高巨浪 冲击了沿海地区 摧毁了很多城市 近万人丧生 还差点引发了一场核灾难 要知道啊 日本的核电站呢 都集中建在海岸线上 虽然有些地势呢 相对来说比较高 周围呢 还有高墙保护 但是福岛核电站 却没有那么走运 在大海啸中 遭到了袭击 幸运的是 经过努力抢救 核电站没有发生大爆炸 可反应堆 还是泄露了 大量的有毒液体 出于安全考虑 日本关闭了 境内所有的核反应堆 结果 福岛核电站所属的 东京电力公司 被逼到了破产的边缘 还记得我们之前 提到过的这家公司吗 他正是工程师 子川上市的电动汽车 项目的赞助方 一夜之间 他已自身难保 这让日本的电动汽车项目 陷入了严重的资金困境 雪上加霜的是 另一个威胁随之而来 那就是紧张的 中日外交关系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 要制造电动汽车的电池 必须用到一类叫做 稀土元素的化学物质 中国的稀土资源 十分丰富 有开采价值的锄量 占世界第一位 2010年的时候呢 中国的稀土产量 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七 可想而知 日本的电动汽车行业 对中国是非常依赖 而就在2010年 发生了钓鱼岛事件 日本海岸警卫队 逮捕了一位中国船长 中日外交关系 瞬间降到了冰点 中国停止向日本 输出稀土资源 没有生产电池的重要原料 怎么办呢 直到2013年 日本在本土发现了 巨大的稀土矿 他们的电动汽车工业 这才死里逃 我们之前说过 中国是最早开始研发 电动汽车的国家 中国人这么多 市场这么大 照理说呢 电动汽车只要造得出来 就能买得出去 对不对 你错了 多样多naive 电动汽车在中国 还真卖得不好 这就是为什么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 当年那个 一心要把中国带进 电动汽车行业的万刚 2013年 万刚依然信心满满 不仅为电动汽车的研发 争取到了各种补贴 甚至还补贴给消费者 然而万刚的梦想 最后还是落空的 为什么呢 除了产品的质量问题 和电器基础设施不足以外 主要原因还是需求量太低 首先 大多数城里人都住在电梯楼里 停车位很有限 买个普通的车都要考虑一下 更别说是高性能的 特斯拉电动汽车了 比起电动汽车 中国更需要的可能是 电动公共交通系统 比如电动公交车 电动地铁等等 另外 中国企业的技术不够 根本没法在电动汽车行业竞争 就拿比亚迪来说吧 他也算是很有实力的大公司了 连股神巴菲特 都卖下了他们10%的股份 比亚迪是做电池起家的 后来跟摩托拉拉合作 生产锂电池 再后来 他们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 生产太阳能电池外 电动自行车和蓄电装置 然而因为技术不足 定价太高 比亚迪的电动汽车 却卖的并不好 目前来说 中国的电动汽车技术 还有待提高 那么谁才是 电动汽车行业的老大呢 听我往下说吧 从加州第一条 环保法案的颁布 到特斯拉第一款 电动跑车的文士 当中的历程 算得上是跌宕起伏 不管怎么说呢 加州绝对算是赢家之一 那些年的努力 终于得到了回报 它已经成为了 全球电动汽车产业的 另头羊 虽然说全球的 电动汽车大竞赛 仍在激烈的进行当中 但加州的优势非常明显 尽管美国汽车行业 被政府掌控 大部分的汽车 还是来自于底特律 但加州的势头 正在逐渐显现 为什么加州 能达到今天的位置呢 当然不是只靠政府资助啦 毕竟中国投在 电动汽车研发项目上的 钱比谁都多嘛 也没有太大的效果 是不是 实际上 加州的优势在于有远见 把电动汽车行业 当成一种长期投入 可以改善空气质量 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还能整体改善环境卫生 不过别忘了 假设没有特斯拉的 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加州也不可能有 今天的产业地位 在特斯拉推出的 Model S获得成功之后呢 马斯克就宣布了 建造世界上最大的 电池工厂 GIGA Factory 由此呢 让特斯拉第三款车的售价 能够降低三成 虽然美国有特斯拉 但从整体上来说 电动汽车的龙头老大 依然是日本 到201年 世界上大部分的电动汽车 都产自于日本 除此之外 全球大多数电动汽车的 马达 电池和其他技术 也都来自于日本 尽管面临着 频繁的自然灾害 日本还是守住了 行业第一的位置 不仅如此 紫川上时也终于 说服了大众 让人们相信 电动汽车 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总之 电动汽车 能给人类带来一个 更环保的将来 日本和加州 在电动汽车行业 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在这场大竞赛中 伟大的构想 合适的市场定位 雄厚的技术支持 和自上而下的资源配合 都是竞争的有利因素 接下来 领先的队伍 能否保持 黑马会不会出现 引领又一次技术革命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今天这本大竞赛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您对电动汽车 有什么了解和看法呢